长期以来国家不统一 也给外人趁袭而来的机会 钓鱼岛就是一个实例 古人说痛定思痛 我们现在其实还没有痛定 还在痛的过程当中 但是思痛却是必须的 我们现在究竟如何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局面 就是国家不统一 国家仍然处在一个分裂的状态之下 给我们现在整个民族的发展造成的种种的掣肘 许先生 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觉得中国大陆和台湾 有必要在钓鱼的问题上面 通过一定的政治层面和渠道 形成一定的沟通和共识 来共同对应这个问题 不然的话 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它会遭到很大的损失 我想就这区分点马上就好 马上就所讲的不是格子主权 他讲的是格子主权争议 争议这件事情是格子的 其实大陆对于台日之间 进行渝权谈判 根本就不用过分担心 因为渝权和主权完全就是分不开的 我们不用担心 因为日本把渝权给了台湾 然后台湾就把主权卖给了日本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假如万一有一天 中国和日本解决了钓鱼岛的主权问题 或者说钓鱼岛回归中国了 这个时候台湾肯定会跟中国大陆交板 它不会跟日本争 它一定跟大陆争的死去活来 那个时候 钓鱼岛之争就变成两岸之争 问题会变得更复杂 所以我认为 钓鱼岛维持现状是最好的一个 钓鱼岛